苏宁 在进军亚冠的苏宁来说,他们本赛季五次遭遇前四名的球队,却仅仅取得了一瓶四负的糟糕战绩。 本赛季苏宁队的目标定在了进军下赛季的亚冠,在新帅奥拉罗尤上任以来他们的战绩飙升,目前已经来到了积分榜第五名的位置,虽然排名不错,但是苏宁在本赛季对阵前四名球队的较量中,战据绝对下风,联赛两度交手北京国安。 苏宁遭到双杀,联赛对阵老霸主广州恒大,苏宁0-1西半,对阵上海上岗苏宁又以两球告负,在与前四名的交锋中,他们仅仅从鲁能身上拿到一分,这样的战绩显然无法帮助他们将排名拉升到亚冠区。 以目前积分榜的形式来看,苏宁与身前的球队都差了三分以上恒大,上岗哨在一轮,如果不能在与亚冠区球队的正面交锋中拿到三分,他们的亚冠目标将很难实现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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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感谢观看